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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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会在上头跑 而且我有一个秘诀就是说 如果你要参与比较重大的会议 你先快走15分钟 因为它会马上促进你的这个血液循环 我们那个脑中很多想法这个时候就猛生了 白墙白贵 白桌椅 青米色的白映入眼底 不过更稀奇的是 它里面其实就装满了一大堆就是我很多年收集下来的 大概是你现在看 对 全部都可以看 大概是你现在眼睛看到的五倍 隐藏在白墙后方 满坑满谷的彩妆收藏来自世界各地 自从有恋物系的它 追夺的瓶瓶罐罐至少摆了30名以上 我不止没有丢 因为有时候我还特别上网去找古董 就是以前留下来的香水瓶啊 很过期哦 过期没有关系 但是你可以从瓶子当中 还有从香水也有一点很有趣 就是你可以从当中留下来一点残存的味道去想象 原来收藏不只是收藏 从年轻刚入行就搜集到现在的琳琅满目化妆品 更是牛耳工作时的灵感处方 很难想象这一位如今拥有四大品牌 两年营业额超过20亿的护肤天王 过去居然满脸豆花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自己为什么脸上长一堆 因为我真的蛮爱漂亮的吧 可能注定就是要做这个行业 可是那时候就很恨啊 我就想说我是卖漂亮卖保养 结果我脸上就不断地长出这种青春豆出来 用了各种方法 而且那时候我甚至连 我甚至有点进绝食诶 断食 就是说我认为可能脸上出油是因为我吃油嘛 所以我就任何东西我都不敢吃 包含妈妈给我带的便当 我会偷偷把它丢掉 维维师从到了病态境界 当时的牛耳甚至学起神龙长百草 千奇百怪的偏方他都试过 当年那个因为月亮里而自卑的大男孩儿 出生在新北市新建大鹏新村 爸爸是职业军人 这张父亲按快门牌下的大合照 留住他和母亲哥哥们的幸福时光 直到国中后 爸妈被导会 牛耳对家境更自卑了 我小时候就不喜欢那种 好像很热的环境啊 然后很active 很活动性的东西 我是比较文静的一个性格 然后所以呢我就黏着妈妈 然后比较阴凉的环境呢 妈妈 看妈妈在化妆 就那时候我有点像妈宝 妈妈去哪里 我跟着妈妈走 回到住了二十多年熟悉的新店 记忆中鸿门土墙已不复建 当时眷村招牌小吃店 为他留住妈妈味 我要凉面大的辣 在这边吃 然后猪脚一个 然后豆腐干 我是这家老客户啊 因为他们的味道有眷村味 然后眷村味呢就有妈妈味 我通常都会加他的这个 辣萝卜干反正不要钱嘛 就撈本嘛 半斤辣萝卜大口大口吃起凉面 原来家里经济不好那几年 妈妈先拆麦果面 舌尖上偏甜的麻酱汁 滋味就跟妈妈做的如出一彻 我那个时候吃面有一个独门的技法 就是这样子 我会把面呢 这样整个卷卷卷卷卷卷 卷了一大坨之后呢 然后开始吹 就不断地吹吹吹吹吹 不然就拿电风扇吹 吹到凉了之后 一口牙塞进去 记忆里万能的妈妈 除了会做生意会卖面 当年还是第一代的亚方小姐 小牛耳亲手做的第一张面膜 就来自对妈妈的耳濡目染 那个时候呢 他桌上就摆满了 那个亚方的保养品跟化妆品 那后来呢 我就看到一本那个亚方的目录嘛 我就把它当成这个美容圣经在念 然后看了这些之后呢 有的时候就心痒痒 想要自己乱做你知道吗 就会去那个河边的那个草地里 草地里乱玩嘛 然后乱拔一些野草 然后看起来温起来香香 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回去就拿水泡一泡 泡一泡之后就想 想象着自己在调制什么 保养品的秘方 因为妈妈牛耳从小跟美容 结下不解之缘 就算天生聪颖 建中毕业又考进台北医学大学一季系 当完兵却还是选择踏进美容业 除了兴趣之外 他更想靠着踏入这一行 找回自信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高中同学 还跟我讲 他说你的毛孔大到蚂蚁都可以跳进去 我没有自信心 所以我决定呢 要投入这个美容的行业 让我的皮肤呢 先把它改善好 也许我就有自信心 像这个你看它是比较清澈透明的 它本身是属于比较偏水性 那这种呢 它是有点半如画的进行 就是当中有一点油分存在 回想刚入行 总是每天九点上班 凌晨十二点下班 从月薪不到两万的化妆品业务 做到被上司气重的美容讲师 牛耳终于在2005年 迎着药上昙花性节目的班底 一炮二红 但也在初次长到成功的那几年 身体坏了 妈妈走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7月8号 07年这一天 这一天我刚好人在那个南发 其实去南发之前 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那时候已经 妈妈已经确定有癌症 然后说要动手术 把那个肠子切掉 半夜两点 我在那个旅馆 一听到电话 我一接 我就大哭 就是我二哥打电话来 说妈妈已经昏迷了 后来第二天 就是在我回去的第二天 早上母亲就走了 回首那一刻 话虽说的淡定 但失去情人的痛 牛耳说 其实永远也无法疗愈 但在外人眼里 他总有办法 凡是理性 凡是完美 不论做人还是做事 原则就是零瑕疵 在推出一个产品的时候 也是发生在外包装上面 我手皮因为 它的长寬高的比例 不是完美的黄金比例 所以老师就说 那不能上 其实我的上市时间 非常的紧迫 那我整批是丢掉的 那个纸盒是丢掉的 然后 对 那个纸盒 损失大概快一百万 或许就是这样一股平静 美容教父的宝座 牛耳方能稳坐三十年 至于下一个三十年 他很有把握 对美容的热情 一如当年 永远不见